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布 安定船為牌身中 一開箱,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群人馬上到 我愛翻尋味,吃得很漂亮 玩具煙火味 由街頭吃到可味 好,今天慢慢帶大家來到黃埔古港 大家知道黃埔古港 肯定不在黃埔區 這裡就是海珠區 就等於海珠廣場 不在海珠區,在越秀區 很多時候我們去旅遊或打卡 都會來到古色古香的地方 為甚麼?因為這裡是見證著 我們海上絲綢之路繁華的地方 以前這是港口,也有船隻 經常會出出入入 古港依然保留了比較舊的面貌 收舊如舊 保留了傳統的祠堂、宗祠 還有一些很傳統的石板街 還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築 流黃埔這個地方的名字相當特別 以前不是叫黃埔,是叫鳳鋪 後來因為很多外國人 經過海上絲綢之路 來到這個地方 經常說鳳鋪、鳳鋪、黃埔、黃埔 就由外國人的譯音譯過來 就叫黃埔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出發了 來到黃埔古港 這裡真的有很多傳統的小食 以前在這裡放在街邊 這間也很耐力的歷史 你好,阿姨,你好 你看,我已經嗅到鹹酸的香味 這裡有蘿蔔、木瓜、佳菜 這是甚麼 包菜… 包菜比較少有 蘿蔔皮 蘿蔔皮也有嗎 不如鹹酸的蘿蔔經常試 不如試吃這個包菜 還有蘿蔔皮 好… 還有木瓜 好… 聽說你這裡買了很多年鹹酸 對…十年也有 十年,即是反街邊一樣 十元一碗,很大碗 十元一碗而已,我可以全款扣入 真的很大碗 木瓜我就最喜歡吃了 很甜 好吃 先試一下蘿蔔皮 芳衣,這個蘿蔔皮很少人做 對,把蘿蔔洗掉了 然後再用蘿蔔皮 它皮的部位是更像蔡日 你咬下去是很清爽的 傳統的蘿蔔 我們平時吃的蘿蔔 它沒有那麼脆口 芥菜又是… 很多年都沒吃過 大家有否吃過鹹酸的時候 吃芥菜 芥菜獨特的那種香味 再醃成鹹酸 真的很好吃 吃鹹酸真的要嘗一嘗 芳衣自己做的包菜 這個就是包菜 芳衣,是否所有菜都可以做成鹹酸 可以這麼說 有些就不能做 不如生菜就行了 一般就是芥菜,包菜 戒上頭 有筋勁、有骨頭,比較好醃吧 這個包菜吃起來很舒服 這個包菜是自己用手吃的 你看到就知道,全部手工 我們全部手工做的 所以特別有風味 真的要來試一試 除了鹹酸出名之外 這裡的糕點也很出名 這個是椰汁馬蹄糕 千層的馬蹄糕 這個也是一層層做的 全部都是一層層 這個也是一層層做的 對,你看到嗎 對 一層層,一層層 對 對,全部都是一層層的 而且很大顆的圓粒馬蹄在裡面 所以說來到黃埔古港 這裡真的有很多傳統小食 先嘗一嘗這個紅豆 因為我看到它的紅豆很足料 你說,你去哪裡吃紅豆呢 是可以有這麼多餡 甜而不利,燜得很軟 吃下去有點像在吃紅豆沙 喜歡吃馬蹄糕的 凍喲凍喲 裡面的圓粒馬蹄 你看看 很爽口 而且它是很清甜的那種感覺 因為在家裡煎一煎香 是更加好吃的 千層的馬蹄糕 全部都是手工製作 它除了有馬蹄的香味之外 更多就是椰汁的香味 椰奶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一定很喜歡 來到黃埔古港 要打卡的 因為肯定是後面的這間 這間店好已經有很多年歷史了 快點跟我來吧 就是這間了 真是雞仔餅出了名的 Apple姐 你好,文文 很香 嘗嘗我們新鮮出爐的雞仔餅 有雞仔餅,老婆餅 真是,試試吧 這是最傳統的 是,傳統的雞仔餅 比較厚的、厚身的雞仔餅 我們的招牌 那些肥豬肉咬出來的油分 都變出來了 我知道Apple姐的雞仔餅 真的相當出名 逢年過節 但我也很想吃一些傳統的手工的雞仔餅 雞仔餅 沒有雞仔餅 很想知道這些傳統的手工餅 如何製造 我們每天都是新鮮出爐的 如果你想知道 進去我們的工場 師傅,教你吧 好 老婆餅 就是沒有老婆的 老婆餅裡面有甚麼呢 陳師傅 我看到這個… 有這個餅皮 還有這一盆是甚麼 老婆餅餡 有冬瓜糖、椰絲 椰絲、芝麻 冬瓜糖、椰絲、芝麻 拆成一盆 包這個老婆餅 有甚麼特別的步驟嗎 均勻一點 每個大小都差不多 新式的老婆餅 好像有一個小角 我放進去 要秤出位置 你已經包好了這麼大盆 果然是師傅的師傅 下一個步驟是否要掃蛋漿 要掃蛋漿 儘量讓它放在盆底下 掃蛋漿後會拿很多 乾了之後再掃蛋漿 然後再灑芝麻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烤爐烤 是 大概用甚麼溫度去烤多久 表面是205 表面是215 半小時多一點 Emily姐 平時你的老婆餅也寫得多 對,試一試我做的老婆餅 不是很特別嗎 很特別,非常特別 第一次看到 好像餃子型的老婆餅 對 裡面當然沒有老婆 但要試一試它的味道 看看和你這些有甚麼不一樣 新鮮的火熱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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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就是有些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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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有糖、冬瓜、甜甜的 有椰絲的香味 咬下去爽爽的聲音 對… 雖然它的形狀不差 有些奇形怪的 但只要它的原材料做得好 無論它是甚麼形狀 它做出來一樣都是那麼好吃的 對 所以我已經做出了 亞茂做餅的精神 沒有那樣就要做那樣 說開這個老婆餅 雞仔餅也沒有雞仔 陳師傅 你好 你好 究竟傳統的雞仔餅有甚麼材料 豬肉、果仁、綿麻花燈 配料有鹽、胡椒粉、五翁粉 豬油之外還有甚麼 豬油、麻糖、糖 這是砌雞仔餅皮、土豬肉 放了有生日以上 醃好了放生日以上 最少有生日以上都可以用 酒香味是很濃郁的顏色 只是放了一些醬油的醬油 首先把豬油、麥芽糖和糖 倒進水裡 再加上水 對 一起搓它 要把麵粉拿出來 對,這樣拿出來 沒有拆勻 不停拆勻 可以拆勻 低筋粉 低筋粉 對 這樣壓下去 突然整團了 我覺得麵粉是… 差不多 一團麵粉 餅皮剛才已經拆好了 現在就要做餡料 很香的南乳味 但我猜不到它裡面 真的放了一粒粒的蒜頭 炸過,軟的 炸過的 醃好那些肥豬肉、土豬肉 真是香到不得了 很多老人家吃雞仔餅 就是為了它的冰肉 是嗎 放完配料之後 拆勻 一定要拆勻 加上麵粉 怎樣去知道它… 拆勻不可以呢? 拆勻 拆勻 拆勻就可以了 手感是成團就可以了 對 整個牛肉軟鍋 我覺得是 餅皮和餡料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呢 1比2.5 包著餡料就行了 這麼大 對 那真的… 這一下呢 這一下又真是手工 而且很考師傅 這麼堆堆的皮 包著這麼大的餡料 切開它 好像做月餅一樣 切開它 然後切一粒 大概是一粒小丸的重量 放在一盤上,壓定就可以了 一盤大概有多少個 60個 一盤就有60個雞仔餅 那是否可以拿進去烤的 要掃蛋 要掃蛋漿 掃完蛋漿就可以放入焗爐焗 大概要烤多久 麵包是200 大火135 半個小時 會比較多 剛剛我跟陳師傅 學做了傳統的雞仔餅 傳統的雞仔餅 應該是它的口感比較軟 對,軟身一點 會肥一點 會多一點 對 而且它的形狀就像雞仔一樣 是 越咬越香 真的是很香的 南乳味 對 還有蒜香味 果仁 還有五香粉 加上肥肉的胃子 你一咬下去 它就會把油分出來了 很香 你吃下去 你一點也不覺得是油膩的 對, 似乎流香 沒錯, 而且越咬就越香 對, 沒錯 聽到這個聲音嗎? 嗯 咬下去的聲音 這個很香 而且裡面真的有很多果仁 你吃下去好像在吃中式曲奇 這個又是越吃越想吃的 雞仔餅已經有百多年歷史了 是 你們這裡做雞仔餅做了幾年 我們由1986年開始就開始做了 由我老爺開始就做了 哇 開始的時候就在仁濟路 是 後來拆遷了, 我們就搬了出來 一直都是保持傳統手工製作 好像這個胡蝶酥 冰花胡蝶酥 還有杏仁千層酥 這個紅豆酥 還有肉鬆酥 蛋黃酥 還有老公餅 真的很多 是 這些醬類你咬下去是非常鬆化的 上面有一點點砂糖 你咬下去有點甜 很甜的, 味道很甜 是 它的口感很有趣 冰花胡蝶酥 真的很鬆化 先試試紅豆草 你咬下去是鬆開了 然後有很香的豬油味道 再加上紅豆的餡料 它不會太甜 是 吃下去真的… 一塊一塊 這些醬類有點像 迷你版的叉燒醬 有一點點 老公餅是鹹的 裡面就是叉燒五人餡 那其實不就像五人月餅 差不多… 蛋黃酥 很大的, 你看見嗎 是圓的蛋黃, 紅豆餡 咬下去很有層次, 很有口感 我寧願吃這個 比吃一個月餅更好 黃埔古廣這個地方非常悠閒 逛逛再嘗試傳統點心 這個金錢套真的夠入味 而且你看多大塊 我喜歡吃傳統老廣的鳳爪排骨 為甚麼 因為這個鳳爪是先炸過 炸完之後會令鳳爪形成虎皮 所以炸完後會特別入味 排骨葉也很香 蒜香味在裡面 而且肉質又爽又滑 小朋友最喜歡蝦餃和燒賣 一樣皮薄餡很漂亮 這裡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 還有其他牛腩、腸汁、腸粉 這裡也很有名 我們吃得這麼開心 當然要特別明謝 御守信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黃埔古廣這裡真的很多東西玩 很多東西吃 事不宜遲 繼續跟大家一邊走一邊吃 這間小店好很有名 我以前經常來吃 這裡好像擴闊了很多 有很多小食點心 這邊就是艇仔粥 好,先叫艇仔粥 師傅,有甚麼… 做個漂亮的艇仔粥 好 其他的是否要去那邊點的 是 我們過去那邊點 這裡點個艇仔粥 好… 好,還有艇仔粥,有點心 這裡點心非常多 叫完之後拿回位置 計算就可以了 哇… 連這個蠶湯也有 有油炸鬼,乳鴿,魚皮 蠅,背類,生蠔,蝦 真是蛋散,炸雲吞,蝦 甚麼都有 很難得,小店舖會有乳鴿 這個炸雲吞好像… 看賣相好像很棒 整個原本都這麼大 魚皮,很豐富 好,薄蝦仔 好,謝謝 整盤了 先回位置坐吧 這間又是很多年歷史 N年前來吃過 那時是一個帳篷 然後下面就是沙地 最有名的食物當然是蝦仔粥 時至今日,看到整個店舖 整個店面大了這麼多 而且有很多食物 多了很多,很豐富 蝦仔粥一定要點 你看,真是很足料 魚片 花生、牛皮絲、蛋絲 這些必不可小 還有這個炸麵 魚肉很鮮甜 一點都不腥 而且它的粥底 熬得真的相當漂亮 可以說,你看看 多濃稠 最經典的味道 就是有魚片加生菜的味道 我相信 喜歡吃艇仔粥 魚片粥的朋友 一定很喜歡這個味道 而且很足料 加上炸麵 浸在粥裡 又是很香、很滑 除了粥很棒 這個雲吞真厲害 送粥就一流 很脆 其實這個雲吞 重點是在皮上 那塊雲吞皮夠大 可以做這個薄脆 中間是一粒很小的肉 所以吃下去不會太飽 又可以送到粥 魚鴿可能炸出來一段時間 它沒那麼脆 但它滷水的香味 很入味,連骨也有味 而且它有很多汁 你咬下去是爆汁的 再炸麵皮 它很香 剛剛的美姐說 這裡有很多人點的 就是這個河蝦 近水 當然要吃一些河裡的食物 對不對 河蝦也很大 而且這裡的河蝦 它又真是新鮮到 把汁全部炸出來 爆汁 蘸點蒜蓉豉油 這個河蝦很鮮甜 而且基本上 河蝦都是大大隻 運量很足 還有這個魚皮 味道很爽 爽口 爽口很香 那種醋香味 吃飽當然要看日落 當然,沒錯 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走單 這裡是點完才再結帳 阿姨,多少錢 70元 很划算,導演 來到廣州 一定要來到浩古港 這個地方 一邊就吃東西 一邊就拍照 可以說是變成太新鮮 和大家吃 今天時間說得真是特別了 又是時候跟大家說再見了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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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